大家好,我是PLONG 自從每天來點負能量宣佈了停更之後 每個人都在網上不停發佈負能量 所以我都不爭在了 人生真的很多很不如意的事 但在追星這方面已經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買專輯永遠都不會抽中自己本命的小卡 或者衝銷量買一箱專輯回來 但是一開全部都是同一張小卡 有時本錢很少就去買簽售專 博去韓國簽售會 買了幾百個專輯都可以抽不中 抽中了那些簽售專輯又不知道怎樣處理 在旺季,機票又加價,韓班又延遲 到時看到好帳又緊張到 腦袋一片空白,一粒韓文字都說不到 甚至...你發現其實你根本都不懂韓文 不過又不用擔心的 其實你本錢好一點才算 新年個個都恭喜我發財 但我根本都沒有發財 利是也只是20元封 現在買專輯又要錢 買周邊又要錢 連買演唱會票都要很多很多錢 即使你有錢都好 演唱會又在平日搞媽媽又不讓你去 即使你求得到媽媽都好 你會發現這個演唱會根本是一票難求 買不買到票都成難度 即使你搶到票都好 你都只可以做山頂的朋友 有些主辦會好人為粉絲提供各種福利 拍掌合照通通都有 但全部都要抽籤 而你會發現根本都不會有你份 進到場拿手燈按鍵才發現手燈沒有電 演唱會期間偶像沒有唱我最喜歡的首歌 最喜歡的位成員也沒有走過來我那邊 辛辛苦苦做了應援牌但結果他看不到 你會帶相機看演唱會結果在門口被保安折住了 還不讓你帶相機入場 入場上拍手機拍一張照片打過卡都可以被保安折 看演唱會坐坐位都算舒服 坐站位真的難受到瘋了 又逼又熱又焗又要早排隊 有時前面那個人住很高大完全阻止了自己的視線 保安有極珠鐵當眼的位置 擋住我的視線根本看不到明星 而接機方面台上10秒鐘 台下觀眾等了10小時 移入到機場發現那裡已經人山人海 通道什麼都看不到 MV發布的時間偶像直播的時間 永遠都是你忙著的時候 或者你手機數據剛剛好不夠的時候 想要的周邊只會在韓國發售 但發現沒有人代購 有人代購的都已經折單 上網買東西換卡對方永遠都會遲到 放飛機甚至起單 搞收到的貨品又會貨不對版充滿瑕疵 喜歡的明星忍退 喜歡的團體解散 喜歡的明星結婚拍拖 但對著不是自己 唉... Life is so harsh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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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Shake 吃 吃 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